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论贫穷与富有 论贫穷与富有 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说钱也很浅 因为贫穷富有 一般人都知道 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有 但是呢 说深 这个主题是很深的 很深的 因为很多人对于贫穷与富有的认知 是在物质层次 而忽略了心灵层次 今天我们要做深入浅出的解析 从大家所认识有形的物质层次的贫穷与富有 提升到心灵层次的富有 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我讲一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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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骨 比较白话的 来解析 我们一般人所在重视的金钱 金银财宝 这个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钱财 来大家好提会这一点 一般人 一般人所重视的金银财宝 金钱 这个不是我们生命真正最重要的财宝 生命最重要的财宝 是心灵的富有 是心灵的富有 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心灵富有的重要 那他的一生奋斗都会只是着重在物质层次金钱的积累 金银财宝的堆积 积累 但是呢 这一种金银财宝 当一个人两眼一闭 什么都没有 你生不带来 死也带不走 而且当一个人是在这个世间因缘境的时候 别人包括子女亲戚朋友 别人是要瓜分你的财产 把你的财产全部都瓜分掉 你什么也都得不到 两手空空的来 也两手空空的走 因为这些金银财宝 他不是真的财宝 来 大家好提问这一点 他不是真正的财宝 他只是大人在玩游戏的工具 先好好提问这一点 一般人热衷在追逐赚取的金钱 这是大人在玩大富翁游戏的工具 要知道那是一种游戏的工具 就像小孩子玩大富翁 玩了一阵子之后 不想玩了 好就收起来 收起来 大家都平等 什么也没有得到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 玩得快乐 但如果你不会玩 会玩到后面呢 是会吵架 打得鼻青脸肿 大人 如果没有正确清楚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金银财宝 什么是玩具的金银财宝 那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正确认清出来 我们会把我们的生命 变成赌博 投注在那些玩具上面 结果呢 一生追逐金钱 追逐到后面呢 却发现心灵还是空虚的 以为金钱万能 以为金钱可以解决一切 结果后面发现 不是这样 有的金钱 未必能够得到真正幸福的家庭 你积累很多金钱 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爱情 你积累很多金钱 未必得到真正的亲子之情 你积累了很多金钱 未必能够影响到后代的子孙 除非我们来到行善积德 除非我们所积累的是 真正所谓的人生生命的 真正的财宝 就像孔子 孔子这是我们山东的人 孔子他在世的时候 一生他所积累的金银财宝并不多 他留给后代子孔的也不是有形的金钱 但是呢 孔子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富有的人 而孔子的后代子孙也代代受益 要知道孔子不是留那些金银财宝给后代子孙 他所留的是什么 是什么 智慧 得行 因得 孔子留给人类 包括留给孔姓的后代子孙 就是得行 智慧 因得 在中国历史上 有哪一位大富翁 他所对人类 对中国的影响超过孔子 有没有 没有一位他的影响力 那个大富翁真正积累很多钱财的人 他的影响力会超过孔子 但是孔子他并不是去赚取金钱 并不是去经营金钱的积累 并不是留给他的子孙很多金钱 你留给子孙越多金钱 可能带给后代子孙的灾祸 也就跟着来 所以孔子留给后代子孙的 就是行善 积德 因得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财富 老子也是一样 包括佛教界的释迦牟尼 也是一样 他们留下的 不是皇宫贵族里面的那些金银财宝财富 不是 就是智慧 就是德行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协助大家能够深入的去体会 什么是玩具的金银财宝 什么是真正生命最重要的金银财宝 如果你能够听得 你能够有所感悟 你听得懂的话 你就能够真正的朝向 从现在开始去重视 而且去积累生命中 真正最重要的金银财宝 你也才会来到真正的富有 那么如果行程中阅 就很难处 你要注意